大家好,我是大鹏,欢迎收听,更欢迎你加入说中文播客,Come on! 还是打篮球呢?是什么呢?咱们每个人都会做很多东西,都有很多才艺,都有很多本领和技能了。不过你最厉害的那一个是啥呢?你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?看家本领,很好的表达。或许你的看家本领是唱歌,或许他的看家本领是画画,也或许我的看家本领是做播客。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了,都有自己看家的本领。你知道看家本领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了吧?就是对于自己来说最厉害,最强,最擅长,最牛的那一种技能和本领。看家本领也叫做看家本事,因为本领也就是本事,都是说一种技能,一种能力了。 我们经常说,让我看看你的本领,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意思就是说,把你的特长,把你的能力给我看一看。那看家又应该怎么解释呢? 看是一个多音字,它的一个发音是看,看书的看,另一个发音是看,看手的看,看家的看,看孩子的看。 所以和英文的take care差不多。 还有就是中国人喜欢买房子,这大家都知道吧?不论是在中国的中国人,还是在外国的中国人,都爱买房子。 因为就是中国人对家十分重视,十分看重,家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,所以大家都在努力挣钱买房子。 既然房子很重要,家很重要,那一定要用自己最厉害的,最牛的本领,来保护自己的家,来看好自己的家。 所以就有了这个词,看家本领,你明白了吗?那来听今天的对话吧。 诶,大鹏大鹏,我看过昨天你们的篮球比赛了,看来对手很厉害呀。 嗯,没错,他们跑得快,个子也高,还很强壮,确实不好对付。 看来很难战胜他们了,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? 当然有了,我们投篮很准,还有三分球是我们的看家本领,下场比赛,我们一定能赢。 诶,大鹏大鹏,我看过昨天你们的篮球比赛了,看来对手很厉害呀。 嗯,没错,他们跑得快,个子也高,还很强壮,确实不好对付。 看来很难战胜他们了,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? 当然有了,我们投篮很准,还有三分球是我们的看家本领,下场比赛,我们一定能赢。 从小我就喜欢打篮球,不过和其他的运动员相比,我的个子不如他们高,也没有他们强壮。 在身体条件上确实没有什么优势,但是我也不怕他们,因为我有自己的看家本领,那就是三分球。 因为我投篮投得很准,另外我还喜欢踢足球,在足球场上我跑得也不快,体力也一般,但是我也有我的看家本领,那就是擅长射门,擅长踢任意球和脚球,传球也很准。 所以,有了这些看家的本领,有了这些最厉害的技能,我还是能帮助我们的球队赢得胜利的。 其实啊,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,都有优势和劣势,优点和缺点。 你了解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吗?你了解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吗? 把你自己的优势变成你的看家本领,变成你看家的本事,你就会越来越牛了。 好了,那我们下期再见,别忘了通过Patreon和PayPal资助我们,拜拜。 哎,大鹏大鹏,我看过昨天你们的篮球比赛了,看来对手很厉害呀。 嗯,没错,他们跑得快,个子也高,还很强壮,确实不好对付。 看来很难战胜他们了,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? 当然有啦,我们投篮很准,还有三分球是我们的看家本领,下场比赛我们一定能赢。 哎,大鹏大鹏,我看过昨天你们的篮球比赛了,看来对手很厉害呀。 嗯,没错,他们跑得快,个子也高,还很强壮,确实不好对付。 看来很难战胜他们了,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? 当然有啦,我们投篮很准,还有三分球是我们的看家本领,下场比赛我们一定能赢。 嗯,哎。 让我们消除了感染。 谢谢观看,最准对了。 客人快乐平县我们了GE痛快,要呆地卡。 就ja这条了吗,你会发现要丽贶�人。 真是真是根本类魂, pie车老雅, 他模值着看家本 honorableDD是很不厉害。 。。。